两方人马站在路中央大声叫嚣 场面逐渐失控 突然出现一阵红色火光 有人点燃信号弹 空气中瞬间浓烟弥漫 远方警笛声响起 一群人越站越近 差点爆发肢体冲突 后方有男子一度冲上前 疑似准备出手挥拳 索性旁边的人及时拉住 事发在新北树林区太原街 晚间公庙绕境 已是镇头之间起冲突 一阵言语互相后 有人燃放信号弹 引发骚动 而检方表示 拱苗绕境有申请封街 前后端都有远警驻守 不过冲突当下没有接获报案 目前还要调查厘清 详细的发生原因 接着张若慈 陈冠宇新北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报导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